華山基金會板橋天使站 從原本的辦公大樓 遷移到板橋的國台街 除了更可以貼近零零長輩 同時成立二手商店 將長輩用不到的物資 做愛心意賣 從生活用品到包包衣服 來這邊不只可以便宜減飽 還能同時做愛心 最主要的差別是說 因為其實所有的天使站 都會成立一個二手商店 就像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樣子 那很多算是捐贈的一些物資 如果適合長輩使用的 我們就會發下去 那如果不適合長輩使用的部分 我們就會放在二手商店 然後做一個簡單的義賣 雖然搬遷之後空間大上許多 不過也面臨必須重新招募志工的問題 板橋愛心天使站站長林士均表示 目前天使站只有他一個人 必須管理二手商店 以及仿師群內的長輩 希望能夠有更多人 加入志工的行列 服務更多的人 剛搬過來 有一些義工可能沒有辦法說 到這個地方來做服務 所以我們所有的義工招募上面 等於是重新開始 那整個板橋在目前就是剩下我自己一個人 對 那我們服務的長輩目前有100多個 所以我們就非常的需要 再招募更多的義工來做服務 把服務做得更徹底 華山基金會長期以來照顧地方長輩 這一次搬遷到市場裡 更鐵勁社區的阿公阿嬤 並且用二手商店 不浪費資源 同時做愛心 讓地方公益慈善 能夠長久持續下去 數位天空新聞板橋報導 好 使用 使用 每一位 健康 資格 資格